今天跟大家分享美国的另外一个工种 现在美国的码头工人齐全 而洛杉矶港口的那些邮轮没有工人卸货 全部在海外飘着呢 有一百多艘都在那等着卸货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货船 把我们中国制造的好东西全部运到美国来 所以说美国现在吃穿用行 全部都要靠我们中国 大家知道疫情开始 卡车行业就特别火爆 中国人全部都涌入了卡车这个物流行业 那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呢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来的货品太多了 但是卡车司机的话呢 收入高对吧 但是呢你只需要拿一个工卡 你就可以上岗了 可是如果你要到美国的码头里边去工作的话 它的收入也很高 但是呢它除了工卡之外 它还需要你必须要有绿卡 你才能进入到码头的这个工作 所以它的门槛会更高一些 所以能进去工作的人也少 再加上他们都是临时工资的 又不像中国一样寄件收费 他一天拆十条柜子 他也领那么多钱一个小时 他要拆两条柜子 他也领那么多钱一个小时 所以他没有必要跟你拼了命的在那干工作 肯定是磨洋工啊 能磨多少磨多少 那你中国来的货轮在门口等着就等着呗 跟他又没有毛钱关系 加上疫情 现在很多人感染了 所以很多人都集体请病假 那造成了码头工人更期缺了 现在到处都招不到工人 就这样一个月里 一万多的码头工人 还能磨洋工 你愿意去吗